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今天给老伙介绍的是 2022年在湖南省四方大学进行的校运会 男子四层100米激励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老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二跑道的21级提交队 广场比赛,他们的最大级对手 就是处在第三跑道的体育学院 二叉二届 广场比赛21级提交队最后一半 上演今天大力撞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啦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浅浅精彩的画面 主要的意思 作证这21级提交队最后一半的是 田真青,而这个田真青现在年龄才只有19岁 别看田真青年龄并不大 但是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田真青100米的个人最好的成绩为10秒68 而200米则标出了21秒20的成绩 而这两个成绩全部都成功达标了 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可见由他作证最后一半那也是非常稳的 比赛个时候21级提交队 对一半选手提交一般出在落后的位置 而体育学院22级提交就会更加好一些 出在领先的汉里中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体育学院22级是第二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21级提交队则是第三个才完成了交接棒 接棒后 只见体育学院22级第二半选手 开始发力很快就逆转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21级提交队第二半选手也在负力直追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体育学院22级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21级提交队完成交接棒有点延迟 是第三个才完成了交接棒 只见体育学院22级第三半选手 一下子就将对手门甩开落 当最后半交接的时候 体育学院22级遥遥领先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21级提交队则落后4名远后才完成了交接棒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田真金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 开始奋力直追 只见田真金越跑越快 只见田真金渐渐聚了散赖 只见田真金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21级提交队以42秒76的成绩逆转夺光 而体育学院22级以42秒86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1秒 可言说田真金也是在最后时刻绝杀了对手 从前三半还落后4名远的距离 再到最后一半的强势爆发 凤凌逆转以0.1秒之差绝杀夺光 只能感叹田真金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 也期待田真金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来的预设设计 由我大嫂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